如果说你今天要把它改成MID 那MID 我们前面在ESALE里面也有同样名称叫MID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Right和Left都是属于VBA的 不是属于ESALE函数 那如果用MID 其实它的观念跟那个函数 ESALE函数是一样的 也需要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一定也是电话号码 那第二个参数是说呢 你从哪个字 那我们应该是从 123 应该假设应该是第四个字 第四个字要取几个字呢 取总长度 减掉什么呢 减掉这个DASH的位置 也是其实就是 后面跟这个Right是一样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改成MID的函数的话 那我必须 这个地方假如我把它改成MID的函数 好 那这边的话我可以把它先 当成注解好了 然后呢把这个COPY一下来改 比较快一点点 在下面 Right写完可以试试看 MID的 那MID的部分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这个地方 打一个MID的 MID 然后呢 它的储存 第一个储存 这个地方第一个参数是OK的 没有问题 那它的第二个参数 是要从哪个字 那从哪个字的话呢 我们就是在把后面 A3这部分 它找到的位置 所以把它COPY一下 找到的位置 找到位置 那找到位置是3 那实际上我要从第四个字开始 所以应该怎么 加1 从哪个字 到哪一个字 到哪一个位置的话呢 那就是 总共需要取几个字 那实际上就是跟后面是一样 Lang 就是跟Right后面的参数一样 总长度 减掉 什么呢 总共查到的 总共查到的位置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也是一样 如果你 做完之后的话 可以 先把它怎么样 先竹簧看一下 先把它删掉一下 那这边也是一样 我们来主航看一下 中间 最中间 少那个费序 加1之后 加1 这个地方 少一个费序 因为参数里面呢 逗点 这里面有个逗点 然后需要查什么 查这边 然后必须要加1 看一下 这边 这边 查什么 这个在外面才对 然后加1这个刮斧 这一个 OK 然后这一个查什么 最后再加1 OK 好 那这样来的话呢 我们再执行看看 也是按F8 这个因为如果说 你直接执行的话 可能会比较容易错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找到之后的话 确定一下正不正确 OK 2388 OK 那没问题 那就把结果输出 OK 那一样 往下跑 最后的话没问题 就直接怎么样 把结果输出 看起来应该没有问题 OK 这里的话我想 各位试试看 就是 先拆解前面的 把前面的部分呢 复制过来试试看 那有两种做法 一个是right 一个是need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什么 RT genere涮 许 她 山